懷胎10月 相信每个妈妈都想 自己肚子里的宝宝身体健康 但有人要露宿街头 都依然坚持要生个宝宝出来 究竟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阿冯今年45岁 在去年9月同伴侣分开后 就选择了出街头露宿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了六个月生纪 也因为断断续续二十多年的吸毒史 一开始听到怀疑的消息 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那时候发现了有宝宝 自己觉得如何 哭 只懂得 只要流眼泪 为什么 因为自己也没想过这件事 没有心理准备 就是怕害了他 由于发现得太迟 阿冯只能够选择把宝宝生出来 在怀孕和露宿的伤重压力之下 他唯一轻壳的就是标宿的出现 我可以跟他父亲结拜 我现在我本身都是一个人而已 没什么所谓 能够帮他就帮了 标叔说自己都70岁 所以格外珍惜身边的人 自从和阿冯相遇之后 标叔就当他是自己的女儿照顾 每次阿冯需要去厕所的时候 标叔都会推他去 而且一定会在厕所门口等他 怕他发生什么意外 甚至在半夜三更的时候都一样 有什么担心吗 有什么担不担心 现在已经有几十三公斤了 不然我现在看着他 他一作动我就要打电话 999或者救护车 我没有能力 我扶他也扶不到 露宿街头自然有不少顾虑 平时睡的位置因为靠近草虫 就不时会有昆虫爬上床前 一个不为二 楼上洗地还会弄得整张墙都湿了 榴上榴上花, 小心 榴上榴上 除了环境不理想 标叔说有盒饭吃不是必然的事 很多时候他们都只能靠干粮冲击 不够不够吃就很难说 多有多吃, 少有少吃 不过不够吃 你怕不够营养吗 那当然会怕 那些东西又不是贵的 那些下架东西 宝贝之后会不会吃多了 多了 所以可能平时吃一个 现在要吃两个盒面 对 对 义工阿May平时都会去深水埗一带派饭给露宿者 而在一次的派饭途中 无意间才发现有人怀孕 环境始终是差的 你无缩 坦白说 宝贝当然是最好跟父母在一起 但我想你要看每个案子 在这样的环境 对小孩又不公平 我觉得 阿冯的肚子越来越大 想帮忙的人越来越多 阿May本身也想拿些物资过去 但跟阿冯深入谈过之后 得知他将会在朋友家里暂住 已经帮宝宝准备好东西了 有一家房放满了宝宝的东西 够了…很多了 我就停止了这个想法 有点热,我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都出手做不到 但又不会放 意外怀孕 阿冯虽然感到彷徨 但也令他在沉重的生活中 看到曙光 为了宝宝 他下定决心摆脱毒品 改变现在的生活 但其实自己也很想戒了他 其实香港这件事也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他这么多年,全天独俗 也不想再沉迷这件事 而我们问过负责戒毒工作的 注册社工 他说吸毒妈妈在香港 其实并不罕见 每年都有四五十宗主动求助的个案 其实我们一路做戒毒的工作 其实戒除毒人的成功率 都有一半二十 戒毒的妈妈可能会高一点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都真的很耐力 当有个宝宝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有一种很重要的责任 而且他会觉得很希望为了这个宝宝 其实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因为自身的经历 阿冯将宝宝改名为佳熙 寓意家庭的希望 期盼他好好成长 不要重蹈自己的腹切 虽然发现怀孕之后 阿冯已经立刻停息白粉 但因为会有毒瘾发作的风险 所以要先服用代替品 突然间立刻要戒的时候 妈妈本身有些病症会发出来 举例如他抽筋 抽筋时很多时候会缺氧 缺氧的时候 宝宝就立刻缺氧 宝宝在子宝中缺氧 是导致他死亡 甚至导致祖产 大人可能顶得住 宝宝在肚子里不一定顶得住 所以永远就算戒 也会给他代替品 即是给美砂糖 减少毒品的依赖 其实那些毒品是怎样去到宝宝 这儿就是妈妈先吸毒 这儿就经过血液 去了血管 去血管之后 他就慢慢走到胎盘 矜持带 对 矜持带 去到宝宝那里 直接去了宝宝的身体 包括他的脑部 船身的组织 都已经走坏了 如果你整个六个月 七个月都是这样吃法的话 宝宝就会有毒癮 他坚持要生个宝宝出来 就注定要走一条崎嶇不平的路 即使宝宝出生后 两母子都可能要分开 不知何时才可以重聚 庆幸的是分娩过程顺利 母子平安 而家熙出生都有六磅半重 不过暂时要留在医院解毒 至少三个星期之后才可以出院 所以阿冯会隔几天就会去探他 而这一天 我们就去了阿冯暂住的地方 见他精神都不错 对于家熙现在的状况 他说 第二次见他就出院会震 但是还是震一震 然后没有 然后几个次都没有震 人家是想睡觉的 相比起一般的宝宝 家熙需要更悉心的照顾 因为毒癮的关系 宝宝可能会出现抽搐辐射的情况 即使戒除了毒癮 也有机会会留下后遗症 如果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毒癮的记录 就像出院时已经戒掉 长期的儿科也要复诊 尤其是看什么 看孩子的成长阶段 有没有磁缓 有没有影响他智力 或者语言 他的发展也要看着 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之后生长 他慢慢可能有些体重指标 身高指标都可能追得回 如果他出生后 比如疏于照顾 或者他自己也有毒癮 或者妈妈也有毒癮 那就很难说 对于家熙之后的去向 会否交给阿冯照顾 将会由医生 和社署等各个专业机构 组成的跨专业会议中 视乎妈妈和宝宝的状况而决定 而当中最体重的是 妈妈的照顾能力 即使未完全戒毒 只要进展良好的话 都会有机会可以接触个宝宝 因为我们觉得妈妈也是一个角色 一起和我们去保护个儿童 如果她能够改善到状况 能够有个能力 其实宝宝是去回自己妈妈的身边是最好的 家熙出生之后 阿冯就将戒毒视为首要目标 遲些会去香港戒毒所戒毒 不过对于之后的详细计划 阿冯说她也不敢幻想 有没有想过未来的路 想着怎么走 还未了 还未敢想 这步行步 不敢想 对 阿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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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